所以第一個動作就是要辨識 我要認識出到底誰是壞人 認識出誰是壞人之後 我要去殺他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有幾種不同的免疫治療的模式 大家就可以很簡單的想一想 如果沒有看過最近的彭于晏演的韓戰 因為如果看過韓戰表示你年紀比較輕 還可以看這種電影 像我就會去看 因為我不會看歐巴 我都是看彭于晏 台灣生下最後一個男主角了 所以我都會去捧他一下場 不然那個歐巴長出來 我看每個都長得一樣 那個女生我都認不出來 鼻子眼睛也都長得一樣 所以我幾乎不看韓劇 但是我老婆天天看 所以夫妻就會有不好的溝通 那免疫系統到底是怎麼樣去運作 所以除了T08球要讓他有功能之外 那我就想一想 在警匪的對戰裡面 我們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全面免疫刺激 這警察全天都沒辦法做事情 柯文哲把他抖一下桌子 然後整天大家都要做事情 所以要把免疫刺激一下 那免疫刺激一定他有收到 某些訊號他才會被刺激 所以我們有一個方式 就是打一些特殊的物質到身體裡面去 然後讓我們的警政系統抓狂 那當時的抓狂 譬如說警察去用台士就抓狂 如果警察幾天都很爽 都沒有人抓狂 所以要讓他抓狂 所以就叫全面免疫刺激法 打一些東西到體內去去 刺激我們的警察系統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就是我直接 從台北的警察抓去高雄 因為我們知道屏東是黑道治國 屏東的警察 看到黑道動作阿公 立法院跟公子以後 沒辦法要怎麼辦 只好把警察從北部調到南部去 不然南部的警察 就根本不敢去動那個 南部的黑道 所以我就調其他的警察系統下去 所以就是用免疫細胞輸入法 我們把一些免疫細胞 打到病人的體內裡面去 那還有一個就是施打疫苗 就是提高病人的細胞辨識腫瘤的能力 所以我們就給他打疫苗 那疫苗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成功的 那最近有一個很成功的疫苗 在古巴 不過古巴因為它長期是共產國家 那最近才剛剛開放 那目前美國有一些醫療中心 醫學中心有跟他們有合作計畫 就是古巴的一個免疫的疫苗 那到目前為止以前的疫苗 大概都沒有成功 那另外一個就是 黑幫要讓警察不屠殺他 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送紅包 送女生 送燒酒 警察就每天喝點水 忘忘 麻糬女生 受美金 所以就不會工作了 所以這個時候要怎樣 我們要想辦法 把送紅包的紅包 先收到我自己的口袋 不要讓他收到警察的口袋 所以我們要成立連政公署 還有一個方法是怎麼辦 就是把那個收紅包的那個白手套 把他的手剁掉 讓他不要去收紅包 也就是關掉癌細胞 讓我們T08球 不運作的 這一個關卡 你把它關掉 關掉以後警察就沒有紅包 沒收支援 他就開始再來抓腫瘤了 那大概就是這四種模式 是我們目前的模式 那現在成功的大概有什麼模式 施打疫苗 我們剛剛講的嘛 肺癌疫苗到目前年就都失敗 只有古巴的疫苗 現在還在臨床實驗當中 那很多的病友也聽過連接疫苗 如果連接疫苗在台灣 在全日本搞了30年 還有效的話 早就上市了 早就得諾貝爾獎了 都沒有 所以呢 很多人就花了很多的錢 到日本去 打幾萬幾萬回來 回來跟同學 也是來黃主任說 都煮不好 要等死了 黃主任說要安寧照顧好了 所以台灣的醫療 其實是全世界最進步的 不需要浪費錢去做這些事情 那台灣的健保局 是全世界最好的 應該現在叫健保署 也就是說 台灣的政府 犧牲了醫護人員的利益 成就了全民的利益 這種健保 如果不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把他拿起來給你 就是從大陸現在這麼有錢 他很多的癌症用藥 都要自己要付錢 比如說 我給付你30萬 你要自己付5萬 你會覺得說 30萬跟5萬很像還好 但是我們現在22K 5萬你們都要賺兩個月 不一定還可以支撐你一個月 所以台灣的健保絕對是最好的 因此 街坊的 我跟香港來瑞士 煮一個疫苗 來日本煮一個疫苗 什麼 大概我都不是不太建議 因為幾乎都是失敗 那你說有了有的人也成功啊 那我可以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有一些癌症 他自己也會治癒 那個很少 可能就是1萬分之1 10萬分之1 比重樂透還簡單 所以 你是不是因為打那個好的 但是只要有1個那種好的話 就報紙就一直宣傳 但是他永遠只宣傳那一個人 你有沒有聽他宣傳 第2個第10個第50個 沒有 所以像這種坊間傳說要花大錢的 我是建議大家不需要去做 那再來就是全面免疫刺激法 現在有沒有人在做 當然是有人在做 就叫抓狂法 他剛才說過了 你會把他做一個東西 去刺激你的警察 你的警察就抓狂了 就出了黑白狀了 但是警察出了黑白狀 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的 正常的好人也會抓到 比如說最近就有一個 很有名的案子 柯委會主委說 可以用盤檢 對警察很不爽的 這樣是警察過度抓狂 讓他很不爽的 還是因為柯委會主委 大家都不罵他 所以感覺他很不爽的 這大家都可以科路 所以抓狂法 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你要抓狂的剛剛好 抓狂過度 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這個就太過了 到底是真的警察這麼壞 還是你自己有問題 所以抓狂法 以前這樣子打的 打白借樹 還有打什麼 自然殺手細胞 可是事實上 它的有效率只有8到10% 問題是抓狂以後 很可能把自己的正常的好人 也會幹掉 你剛才說 不是免疫細胞都抓壞的人嗎 但是抓狂的時候 就不一定抓壞的人了 如果在那邊 熱鬆鬆 然後走路出去 就不少心狂 所以好人大概也不會 不會活下來 那也會產生很多的副作用 另外就是乾脆把北部的警察 叫到南部來 所以就打T細胞 打警察細胞 打到你的身體裡面去 那這是一種方式 問題是你注意到的警察 南部北部的警察也不一樣 北部的警察怎麼會知道 我們這些路槽是怎樣 所以你覺得很順利 去抓到那些壞人 怎麼也不一定 如果這個T細胞 沒有抓到壞人 又電到去 讓好人生活不方便 這樣也是不達到 我們治療的目的 那這是一種免疫細胞輸入法 有沒有人在做 也有人在做 那目前都是在臨床實驗階段 所以它是怎麼做 等一下我們會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就像螞蟻熊兵這樣做 因為我的T細胞不夠 我就幫你煮5顆 10顆 5萬顆 10萬顆的T細胞去裂性庫裡面 問題是5萬 10萬 煮裂性庫裡面會太多嗎 高雄就這些地方這麼多 要關吃 關大 關青 怎麼有辦法 所以會太多嗎 如果煮不夠會太少嗎 所以一個癌細胞 然後我們派幾個螞蟻熊兵去咬死 這個大概大家都沒有經驗 目前也都是在實驗室的摸索階段當中 所以這是一種T細胞的打入法 那為什麼爆章雜誌把免疫治療 講得這麼好 因為這都在做功課而已 大家要相信這在做功課 所以有一個人說 抓起來去趕上帝 上帝就跟他說 你要上天堂還是要上地獄 然後他說 我先看一看好了 因為我們買房子 也都要先看一看那個 預售屋長的怎麼樣 那就先去看天堂 天堂就大家都行行 走來走去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坐在草皮沙 看太陽 看日落 看月亮 他看一看他就覺得 這身也是不錯 我再看地獄一下 地獄裡面都像這樣 都有很漂亮的雜母 在裡面就跳舞 雜母雜母都做會 雜母就看到大魯的 雜母就看到歐巴六塊肌的 有時候說 地獄比天堂還好 天堂這麼無聊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來地獄 每天都過這種快樂的生活 結果他就第二天 就跟上帝說 我決定要去地獄 上帝就真的叫他去地獄 結果叫他去地獄 反正說他都要把他塞起來 就開始打 做各式各樣的徒刑 然後他就很不爽說 我昨天看到的不是這樣 上帝說那是廣告 不然地獄都沒有人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廣告一下讓你去 所以免疫治療 大家要記得 很多都是廣告 如果你有問題 一定要問陳主任 一定要問黃主任 千萬就不要冒然相信說 喔 我要來買那一百五十萬 給我包他的 保證是沒有 保證是公教 有效的人 很少很少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公教 唐有名的就是 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個新聞事件 那我們知道 中國大陸是一個很神奇的國家 他是非常有錢的嘛 對不對 可是他的 錢的提升的速度 跟老百姓的數值的速度 是搭不上的 所以很有錢 當然他就要想最好的治療 那有人可能看過這一張新聞圖片 這個人叫做魏哲熙 他就上一個非常有名的網站 叫做百度 雖然你都沒辦法去上百度 你都去Google比較多 那不就是Yahoo 那上了百度以後 因為大陸他是把Yahoo跟Google就是封鎖 不能亂上 所以他只能夠上百度 就去找了一家醫院 免疫治療 神奇療法 打了好幾百萬 結果死翹翹 死翹翹以後 當然他就會受不了啊 人才兩空 還這麼年輕 所以就出來開記者會 爸爸就哭啦 就什麼時候 讓很多新聞事件 後來才發現說 啊 那都真的公告嘛 因為你去Google找 很多都公告的啊 至於說現在Google 去用公示到尾 他就說 啊 廣告 你要注意看廣告 那兩句就不用隨便點了 對吧 百度就是沒有 從這個廣告分出來 所以他就 誤信了很多的醫療院所的廣告 那我們知道 中國大陸的醫療的水準 它的品質 當然我們現在說他很像 很有錢 很多醫院都很進步 可是事實上他的平均的品質 的管制是很差的 所以除了魏澤西事件 因為參加免疫治療死翹翹以外 花了好幾百萬以外 後來還發生了一個事情 就是有六個婦女 去做什麼呢 去做胚胎移植啦 不孕症胚胎移植 結果到什麼病 就是愛治病了 就是說他連這種把關都沒有辦法做 你可以相信去做免疫治療嗎 那台灣是不是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我不敢跟你保證 因為像前一段時間 有人說他把那個癌細胞打到體內去 他也很用的 他就是免疫療法嘛 但是我跟你說 那一百年前 就有人做過研究了 就有人對那個病人的癌細胞 醫生自己做到他的體內去 以前就有了 結果也不會死了 為什麼不會死 因為正常人有免疫能力 剛才說的 你的T細胞 就去拿那個癌細胞了 所以你絕對 不會說我來吃累穀醇 吃我都沒有免疫力 才來把癌細胞 這樣保證會死 所以沒有人要這樣做 因此大家要記得 免疫治療如火如土 百度一下他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人才兩師 還花掉了好幾百萬